山水明州 养仪永年 两千多年前 这里的广府古城是赵国的荆棘之地 毛岁在这里留下了九顶大铝的美名 一千五百多年前 随莫窦见德见多于此 这里也是杨氏武士太极拳的发源地 今天寻宝来到了这里 你多大了 我今年二十五 家人朋友都说到放大镜片了 我就给买了 你明知的这些不对 当一回狭撤吧 你就是了 我的事业成功全靠这块玉 让你成为最棒的女人 怎么就这么一块玉 让你成为那最棒的女人 这般是一个灵芝 精彩马上呈现 今天真的非常高兴 甚至是荣幸我们来到了中国太极之乡 河北永年的广府 说老实话 之前呢 对各位的家乡 知之甚少 等我来到这了 哎呦 我是这么好的地方 我居然以前不大了解 真是罪过 真是无知啊 在这里先给大家道个歉 好了 朋友们 群天下宝与五粮春 本节目由五粮春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来看第一件宝贝 我喜欢 娃娃枕 孩儿枕 请出这位藏宝人 怎么出来很漂亮 女孩子 还抱一孩子 介绍这块吧 我今天带来的这件藏品呢 是北宋慈州瑶的孩儿枕 孩儿离咱这不远 这慈州瑶 对 这是我几年前 在国外留学的时候 在市场上淘来的 在国外 对 当时是花了大概 折合车人民币是六万块 把这个藏品拿回家以后呢 有时候就会 拯拯它偷偷地做着黄梁美梦 黄梁美梦 这个城里跟咱这也有关系啊 对 不是每一个地方 跟你这么多成语都有关的 咱这两千六百多年了 这个真是了不定 你多大了 我今年二十五 不是 我只她 一会儿让专家告诉我 好吗 嗯 好嘞 来 请专家看一下 刚才这位藏友说了 这个黄梁美梦嘛 我们这个地区啊 是古代典故成语之乡啊 黄梁美梦 黄梁美梦就是我们邯郸的一个卢生 进京赶口 路过一个旅店 有个老者 拿了一个瓷枕 叫他枕着睡 然后呢 就做了一页美梦 一生的荣华富贵 但是呢 他贪赃王法 当这个刀啊 要砍下来的时候 惊醒了 我希望你不要做这样的 而是希望你做收藏的中国梦 我们大家这个瓷枕油啊 应该很熟悉的 因为是我们本地区的 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窑口 在宋代时期呢 是北方地区的 烧造时间最长 烧造品种也是最多的窑口 现在经常看到是瓷枕 瓷都窑的东西呢 和当时的社会背景 传统的文化 有密切关系的 就拿瓷枕来说吧 这个胎儿枕 就人们希望 子孙繁衍 兴旺发达 另外这个婴儿呢 也代表真诚 友善 欢乐 也是当时喜闻乐见的题材 这东西呢是非常好 造型太优美了 这个婴儿画得很细的 白柳 很柔和 黑彩 特别深重 对比很强烈 整个的右面都有自然的和传世的摩擦痕迹 确实是宋代的 瓷周遥的 孩儿枕 这孩子都八九百岁了 而且我告诉你 你在夏天的时候 在沙发上你放着 你枕一枕 特别舒服 当然枕它咱可以做黄粮梦 大概架了 零九年伦敦的嘉世德 开了一个四周遥的孩儿枕 当时的标价是八万五到十一万四 那么你这个东西呢 应该比它要高一些 应该在二十五万左右 好好好 谢谢你 谢谢 谢谢你的参与 谢谢 这是个斧头啊 请出这位藏房人 你好小伙子 你好王老师 你好 好嘞 这还是玉的呀 这个是我一个长辈收藏的 他花了五万多块钱 结果买回去之后 家人朋友都说他上当受骗了 对 结果他也查了 看着他有点难受 打眼了 吃药了 上当了 我说得了 我就给买了 五万块钱 我原就给买回来了 这有点不在理解 你明知道这东西不对 我想就是说 毕竟我们年轻人嘛 别人说我们扛得住 岁数大了 我就不想让他再被别人说 都说自古这个燕照 都狭义之事 你就是了 那我全当一位狭涉吧 好好好 宁可自己吃亏 你知道别让老年人窝囊 沮丧 哎呀呀呀呀呀 这我也不太懂 我就是想请专家给看一下 好 咱还是请专家看看 对不对 来请 这个样子很好看 是玉子呢也很亮丽 这个清玉啊 还是青海的清玉 实际上品种也不错的 韧性不比和田的差 所以现在啊 人家做很多试探的这种玉调 做的薄露池就是用这个清玉 硬度也不必和田的差 但是就产量多一点 那么这个做工呢 做得像道具一样 那么你去看它的线条 就是现代高速切割机 做出来的东西 尤其这里啊 你看这个孔 很明显的机器孔 这里一向打进去 这里穿出来 所以没有以前 多么的那种痕迹 就是一把工艺品啊 像是陈咬进用过的 还是一培用过的 就是很艺术化 很戏曲化 如果不是这种材质的话 再大一点 就是西台上的道具 但是它是玉啊 这么大 我觉得还可以对 但是五万多呢 再过十年 再过十年吧 谁知道 但是我觉得 你能让老人感觉到 你的这份好心 我觉得这样年轻人 值得赞赏 你听话说得好吗 艳照多慷慨悲歌之意识 慷慨别悲歌呀 谢谢你 谢谢 谢谢你的参与 谢谢 王大老师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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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好 专家好 好 放松 紧张 因为东西太好了 所以有点紧张 介绍介绍 你这个翡翠挂劲 我的事业成功 全靠这块玉 你的事业成功 全靠它了 它给我一个信心 让我成为最棒的女人 怎么就这么一块玉 让你成为了最棒的女人 这边是一个灵质 让我心想事成 这个代表我们全家 这是什么 有公鸡是吧 对 有小鸡 是我们家五口人的意思 它给我更大的信心 让我成为最棒的女人 就当个斗材 也是很名贵的 对 而且制作量也是很多的 你这个下面有乾隆款 如果真是乾隆的 那就是官邮 而且它价值都在几千万以上 但是清代的斗材 特别雍正和乾隆时期的斗材 不管从文饰 从材料 各方面 都是仰慕和模仿 成画风格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这个材料 虽然画得很规整 填图的也非常到位 但是这个颜色对比 过分的能力 不是像成画那样淡雅 柔和 连青花的描绘也是很淡雅的 你这个青花料特别深重 另外呢 肉彩经过两百年以后 这个材料里面都出现一些开片 开裂 但是我们一看你这个材料呢 没有这个现象 没有老化的东西 肯定年代就不到了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认为 还是不到乾隆的 应该是一个防品 请出藏宝人 老大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不赖啊 这是红柳金固守 是我父亲十多年前从海外给拍回来的 当年他在海外市场 看见了这个东西 他就觉得这么大气形的 然后保存的情况蛮好 很少见 这个东西要对的话年头也不少了 而且它好像是什么上的一个构件 门上的应该是 对 你看我们扣打门环 有可能是这样 对对 一看就是中国的好东西 父亲当时他就决定 要把它拍回来 拍卖现场上 有人举牌 他就马上立刻跟着举 后来就以四十多万的价格 和人民币 四十多万 对对四十多万 回了家以后 我们家也非常的 表示支持他干这件事情 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 看着这么好的东西留在海外 每个人都不忍心 不想把它拍回来 对对对 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也是我们这个文物能够回流的 一个方式之一 对对对 很好很好 我们为他这种 请动 服务打 当然最后结论呢 还是请专家来下 好的好的 拿好 铺手这种东西呢 从西周时期就出现了 一般那个壶的两边 都有这种铺手 对对对 它就为了滴了东西用的 滴了手 逐渐发展到呢 各种的箱子上面 柜子上面 包括棺材上面 大门上面都是这类东西 对对对 尤其到我们这个 广府县城里边 你看那个大街小巷 那大门上的门环 对 都是这类的扑手 但是呢 您带来这一对 一般应该用在是 棺材上的比较多 但是这扑手呢 从古至今呢 分金银铜铁 你们皇家的呢 就是以金为主 大臣呢 就用铜的 普通老百姓都用铁的 铜的还用不起 您这一对 应该是战国到汉 这个期间 铜溜金的扑手 实际这个溜金 都被绣给挡住了 这些绣要稍微清一清 完全可以清出来 对 因为溜金的那个 金上面长的都是扑袖 清理出来金光灿烂 这一对扑手 在这个扑手里边 也算比较大的 最小的扑手 是这么点的 但是最大的是 咱们省博物馆的 那个大扑手 那是中国第一大门环 第一大门环 大门打74公分 好 大概价值呢 2008年澳门拍卖 曾经拍了这么一对 铜溜金的扑手 它的价位是21万 个儿比这个稍微小了一点 但是呢 您这一对有裂纹 所以呢 是在20万左右 不管它的价格 主要是把这些东西 都应该让它回到我们的 没错 没错 另外贾先生跟你说了 找明白人 清理 清理 回去我就清理 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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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宝走近有年 萝卜呀 还是像一个 那这怎么是萝卜的 这种萝卜吗 这彩绘天王将 他为什么那个玉水不掉 江春波 黄格老师 他的作品很少 我说的 有和声家都没这东西 精彩马上呈现 请出这位朋友 这都比我想象的大耶 来介绍一下 这是个笔筒 随形的还是什么 这是一个江春波款的 沉香笔筒 江春波款 对 你怎么得到它呢 在我八岁的时候 我的父亲去新加坡交流学习的时候 在一个华人朋友那里看到了 然后父亲很喜欢这个笔筒 但是他的那个朋友一直不想卖 然后父亲又去了新加坡 好多次 最后没有办法 朋友就卖给了父亲 闻着是挺香 而且个头又这么大 江春波志 这江春波何许人也 比人真的不知道 一份请蔡老师多加指点 黄格老师 因为在海险的时候 好多藏友都说 他比较像竹志的 像竹志的 对对对 好像那藏友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好吗 请大家来看一看 好吗 好的 来来来来 我们祝福他 这个拿到手啊 就有一股纯香 而且呢 这个香啊 经久不散 就是海南的老的土纯香 土纯 我们说纯香五大料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笔筒呢 那么这个做呢 山水就是沿着这个山缝 拼起来 拼得天翼五缝 所以它里边要加漆 因为里边拼接的地方呢 要露出来 那么这种做法 应该有很高超的技术 和书画的更要求 那要说到这江春波了 对 是吧 江春波黄格老师 何许人也 它是明代中业 公益大奖 专做丞相为著名 它的作品很少 我说的 反正和声家都没这东西 对啊 这没这个 那么你这一件东西呢 包浆后市 这个款的刀口里边 也是同样的包浆 说明呢 这个款是原款 而不是后家款 也就说这件东西呢 是在我们永年 广府看到的 民间收藏的 宝物 今年四月份 出现了一个江春波 调的成像杯子 成交价 三百九十二万 没有你大 没有你重 那么也就说 你这个超过三百九十二万 我现在就满手生香 真的是 对不起了 你那几百万 在我这现在手中 也留得没有一万 我再讲一点 这个东西 长期留在空气里啊 香味要走掉 你放到汁汤啊 红木的盒里 再放一些 类似于土成像的香末 调和一些蜂蜜 用个小罐呢 放在这里边 这叫乙香养香 开开罐呢 满色剩香 永久有香 谢谢老师 谢谢王刚老师 恭喜各位姑娘 恭喜你 哎呦 这比我想象的大哟 直线六十五公分 这么大的盘子 能保存至今 如果是个老物件的话 真的是不容易了 您或者您家 怎么会有这么一件宝物呢 我们祖上是广府古城 有名的大家 然后这个大盘子 就是我们胡家的两位长辈 胡永春和胡立春二人 请当时著名的课词高手 马清云先生 在民国六年 亲手课的 课的 哎呦我看呢 这个画这个画啊 像这个民国 而且民国初年的东西 因为现在这个沉香啊 非常走翘 而且市场上到处看的都是 宣德款的军奴 对 那我们如何来鉴定 就是从几个点 一个呢 是要看这个造型 是不是古府的形势 当年有一本书叫 宣德仪器图符 上面有118种造型 一般来讲呢 就是凡是那个上面 画过的就是老的 不是真的 就是老的造型 第二呢 就看用铜的质地 不管是宣德本年的 还是后期仿的 都是用风魔铜的多 风魔铜的手感比较沉 第三点呢 就看它这个做工 是不是精细 再一个看它的款式 在宣德仪器图符里边 有几十种 对符合那里边的 款式的样式 再有一个呢 就看它的包姜 经过500年了嘛 风吹雨打的时间的 这个魔力以后 它应该有一定的包姜 完了咱们再来说 您这个将军 首先来讲 这个造型 在书上就没有了 所以说这个造型呢 是后人创造的一种 第二点用铜呢 手感没有那么重 而且柱的本身就非常的厚 没有那么重 包姜呢 不是自然的包姜 是人为作而牛 做旧的 还有一个款式呢 在书上就没有了 所以说这种炉子 也就是在近十年 左右生产的工艺品 好 谢谢您的参与 好 好 好 谢谢谢谢 哎呦 这么温润啊 嗯 介绍 介绍 我今天带来的宝贝呢 是珊瑚百姜 这珊瑚百姜呢 是我父亲呢 从古兰市场买过来的 他当时跟我说 就是三万多块钱买的 三万多 对 我还不信 我说这是一个 什么宝贝呢 我说不值 感觉不值这个价钱 标的一个 你感觉不值三万 哦 因为你看王老师 你看它像一个 萝卜呀 还是像一个 那这怎么是萝卜呢 有这种萝卜吗 这是一个树干啊 你看见没有 好像上面还雕了很多东西 附着的上面 你看这是一个桃子 好像还有灵芝啊 是什么的 蝙蝠 都是这个如意吉祥 那个意思 但是这是珊瑚不是 是珊瑚是哪产的珊瑚 这个东西大概年份有多久 它有什么文化含义 还是请专家过目来鉴赏 好 请 这是你父亲送给你的嫁妆是吗 也没说是嫁妆 不过他一直收藏了 特别喜欢 这一看就不是你的东西 哦 这一看你就还没有仔细研究过 是那么放 我看到没有 它是利用珊瑚 它这个原始的这个枝干呢 雕成了这个木头的纹路 当然这不是萝卜啊 这是人参 哦 人参 还真是 你看 你有须子是不是 对对对 人参 人参它也是有长寿 这样的吉祥寓意在里边 然后还有寿陶 灵芝 蝙蝠 所以整个来说 它是人参如意 福寿双全的含义 非常吉祥美好 另外呢 它是桃红色的珊瑚 那么桃红色的珊瑚呢 主要产地就在我们的台湾海峡 珊瑚一般的我们是从颜色上来分类 其实呢 我们还可以按照它 采捞的时候的状况来分类 比如说它采捞的时候 还有珊瑚虫附着在上边 那么它就叫活枝珊瑚 还有一种叫导枝珊瑚 上面已经没有珊瑚虫生活了 它的光泽呀 就不如活枝珊瑚那么鲜艳 上面的柱洞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上面有很多小虫子 所以从这个上面来看呢 这是一只导枝的珊瑚 另外大家也都知道 珊瑚呢 它的捕捞 其实对海洋环境是有很大的破坏 那么在我们国家 对于珊瑚的买卖也是需要农业部的特殊批文 才可以进行买卖 所以我们要很好地去保护它 好了 说说价值 2013年有一家拍卖行 拍了一个材质跟这个比较像 它是有840克左右 拍了41万4 那么我觉得您这件跟它那件比呢 尤其是背面啊 才是可能凌乱了一点 但前面还是很好 所以我大概给它一个 35万左右的参考价钱 好 谢谢 谢谢 来 请 谢谢您 说说你这个藏品的来历 这是唐代银胎彩绘天王像 朋友家传的 家传的多少代了 这个我倒不清楚 只是老人留下来的 这个声音是银的声音吗 我对这个不太有研究 白铁皮啊 敲上去的声音就是这个声音 如果老的话 我也不敢谈 它这个雕得蛮细的 我看着 这个做工呢 也显得比较粗糙 一看就是一个新度 唐三彩里边 这种样子呢 有点像天王涌 但是呢 唐三彩的天王涌呢 没有拿琵琶的 拿琵琶的呢 四大金刚里边的 哦 对 那么关键呢 这个颜色 你看是纯矿物颜料吗 唐三彩 都是纯矿物颜料 这个是化学颜料 它比如说那个浴水掉呢 掉还是要掉了 时间没到 所以造型上 颜色上 声音上 风凉上 都不是影拍的 都不是唐代的 是个心动 哦 谢谢 谢谢 寻宝 走进 这个朝代的呀 这是清前楼 把郎踩宫廷 妃子像 哪个妃子呢 你怎么老叮着我 让我看妃子呢 我这对像是高是八十八 穿是葡萄丝 但是它就是 扭裂过一方 还带银子款呢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疑问 我就不知道 这是出自斗建德的大大伙伴 马上呈现 来 请出这位藏宝人 黄老师好 您好 您好 漂亮吗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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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 可是跟您是一个朝代的呀 这是清前楼 法郎踩的宫廷妃子像 您看这不眼熟吗 清前楼 法郎踩 宫廷妃子像 对 那我更不敢瞅了 剑月 没事 您是大臣嘛 大臣更不敢这样干了 是不是 您怎么会有这么一件啊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种 妃子像 一看特别能吸引人眼球 我就跟着去买 人家买一件 我就买一件 这个是我从古玩市场买来的 别人要买 我也买 你就买 对 那就不止一个这东西 不是这一个 还有别的东西 还有别的东西 对 这有时候人们开始 出入此道的时候 倒是经常 是不是 是啊 但是关键那个指路的那个人 他眼力怎么样 我挺相信我师父的眼力的 你师父那是 对 哎呦呦呦呦 你师父认为这东西好 他说这是前龙时期的 这小模样倒让我想起 他像哪个妃子呢 那倒不是 那我不知道 你怎么老盯着我 让我看妃子呢 这个老猴儿的 很多视女像 就这个样子 但是书这 还是清代的那种猴 而且你说是发廊彩的 瓷的这个造像 我还头有没见 对 你一定要支持我们呀 我支持你没用啊 对你是何大人是吗 他们支持你才行 行 那让我们请教一下专家吧 好嘞 看个人家支不支持你 这位藏友啊 我们这个地区啊 有个典故 邯郸学部 哎 这也是当地的藏友 对 英国人呢 他羡慕邯人走路的姿势 非常优美 就跑过来 学习来了 学着自己不会走路了 就爬着回去 进入到中藏 一定要点击透了 再下手买 这才是对的 否则你就跟邯郸学部 自己什么也没学到 自己反而都倒退 你说这是清代乾隆 法郎彩的 服饰都是清代宫廷里边的装束 画的倒是挺细的 淡淡的绿 上面又勾描了云纹 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金彩 如果是真的乾隆的 一定舍得用最好的纯金 去描绘 而且很厚 这里不是金 是什么呢 化学金 所以这一点看来啊 这个东西就不是乾隆的了 那么还有点旧样 也不是现在做的 这类东西就是 五六十年代 当时为了换万汇 从清宫里面拿出一些样品 来专门复制 然后呢 都销往东南亚 还是有点收藏价格 有点不错 那它价值现在应该是多少 价值应该不高的 几千块钱应该有的 我这个宝物 是我富贵在香港的时候买回来的 十多年了 当时花了四十多万 大家一直常说的这个叫国之贵宝 就是什么东西 就是这类的 这个顶地位是非常高贵的 天子九顶八鬼 这是用顶制度 就代表了一个人的地位 还有这个顶呢 也可以用作为食物 炖鱼炖肉之类的 所以顶在青铜器里面 也是数量最大的 中国最大的一页青铜器 这后母方顶 最小的小顶 有这么大的小绣顶 咱们城里里有很多形容顶的 一言九顶 对吧 所以顶在中国的青铜文化里 是非常重要的一些 你拿来的这件藏品呢 是非常漂亮的一个铜饼 上面呢有一圈文饰 主要是以凸起来的火纹为主 火纹中间颤着的是一朵花 下边颤着云纹 火纹代表的是太阳 古人一直崇拜太阳 有了太阳才有光芒 还有万物 而且呢这个里边呢 还有一个足灰 代表了那个商晚期 周早期的那时期的特点 所以说呢 这应该是商晚期 周早期的一件青铜锂器 那我这个价值 这两年吧 在纽约的苏富比 跟加士德的拍卖图路看 这一类的顶呢 定价在人民币 120万到150万左右 谢谢 请出藏宝人 一把白柚直湖 还带银子款的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疑问 有些花瓶啊 人家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印章 还有一个花样 但是我们那就是一个小刀客的一样 我就不知道真正有没有价值 请这个汪老师给我们鉴别一下 没有 我是只是粗略地知道一点 我们一般看着就是唐代的直湖 是不是 对 你是这样认为的吗 我具体的也不是很懂 这个是我们家传 过去的也不是很在意这些东西 后来呢 几个朋友的鉴定以后呢 他就说呀 应该是一千多年前 在这个隋末有一个农民起义领袖 叫窦建德 对对对 在我们广府 自己弄了一国 建了一个大下国 我们广府就是他的这个独城 对 这个东西应该是出自窦建德的大下国 反正银子款跟窦建德 跟那个大下国有没有关系 跟隋代有没有关系 我搞不清楚 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对 而且带银子款的 那就类似于当年官窑似的 那么个意思 到底怎么样 请邱老师看一看 好吗 好 我们祝他好运 刚才你谈到了杜建德 在我们广平府建立了都城 因为我们广平四面都是水 一手难攻 那么这栋究竟是不是杜建德 当时用过的呢 我们是从这几个方面去分析 离我们永年北边四十公里 就是唐代最有名的行窑的窑址 国际上研究中国古陶瓷的 都公认我们唐代的最好的陶瓷 就是行窑 书上也说行窑内银内血 就是说它的柚子像银子一样的 像雪一样的白 这个气窑右面真是像雪一样白 里面的柚子我们灯光一打 也是雪白雪白的 而且行窑的最大特点就是 折脚肌肉的地方是泛青的 我们看看这个肌肉的地方就是发青的 那么我们再看底下 这银子款刻的笔划里面和外面养化的这个皮壳是一致的 说明它不是现在后家的后刻的 这银子款从哪里来呢 这是唐代在行窑专门烧造 宫秦行窑白瓷 那么写这个银子是因为长安都城的一个宫廷的库房 叫大银库 这个库房专门储存的都是皇家的用品 所以这个银子款的确实是唐代宫廷的官用器 这件东西是所以这样精美 是从经营器上面得来的启发 你看这里的借口 如果是瓷器的话 不要有这么精美的借口 因为经营器了 这个地方一定是焊接的借口 这件唐代植壷是我建到行窑里边的最完美的东西 那么这个唐的东西和隋代末年的杜建德就不相干了 大唐横宫里的东西 在长安愣跑到你宫府来了 好好好 这个价格大概 给你提供一个参考 2014年纽约加世德拍了一个行窑的植壷 标价75万6到113万 那么你这个东西呢 全美属于行窑里面 最精美的无可挑剔的一件作品 那么它的价格应该过百万的 恭喜恭喜 谢谢初老师 谢谢各位 好 好 我带来这个是一个天然水晶 白水晶的六臂观音 四五年前十几万 请回来的 就如同你所说的 它确实是一个天然的水晶 因为我们看到了 非常多的天然的内含物 还有一些扭裂 但是通过设计和制作以后 它有演示的效果 另外在观音的创造方面 皮肤的部分是用磨砂的工艺 然后其他的衣纹 是用亮光的工艺 两种的对比之下 显得层次感和立体感 非常的鲜明 因为水晶这种材质 它的结晶颗粒比较大 比较干净比较纯洁 也符合造佛的这种法理制度 我那个了解 这个水晶是佛教七宝之一 对 其实水晶这种东西 在中国的历史上非常悠久 而且它之前有很多的名字 比如说水玉 就是说它是如水之玉 非常的清澈 非常的干净 也有人把它称之为 是千年寒冰所化 另外在古诗词里赞美它 是圣美玉 塞冰清 所以我觉得这个水晶来创作表达 这种观音造像 更加显得观音的宽容 庄严令人这个树木起劲 所以这些东西还是不错 说得很好的 谢谢老师 那么给你一个大概的参考 就是在2012年上海拍了一个观音 没有你这个大 35公分 拍了15万这样的一个价格 我这尊项是高是88 宽是三 不到40 但是它就是扭裂过于发育 这种续状非常清楚的 内震比你这个要精得多 所以你这个就是个子大 所以价格确实15万这样的一个价格 谢谢老师 谢谢 欢迎你 这是我爷爷的爷爷 爷爷的爷爷 对 竹川绿手来的 就是家传传到你这儿来了 对对对 那你对他有什么认知呢 他就知道听这事了 他就知道听这气了 哇 乾隆的呢 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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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这是做什么的吗 这个是刮伤用的 赏庭是吧 赏庭 对对对对 皇帝赏给一些青莲的大臣 莲花 青花 青莲 我估计和珅当时也得了不少 但是他却是个贪官 所以不能看有没有赏庭 就说明你是否清莲 这个东西从雍正一直到宣统都有 但雍正的就极少了 好了 拿给邱老师看一看 确实像王老师说的 这种赏平的实验 从雍正开始创立 一直到晚清到宣统 每一朝都有烧造 而且格式尺寸 纹式基本类同 这是个固定样式的一个器物 那么首先我们看 这个圈族胎幼交接地方 没有那种自然氧化的琵琶黄 因为当时的柚子是矿物料 在烧道当中里面有氧化的铁 容易吸出在开右交接地方 乾隆以后这种现象就少了 但是乾隆世界应该有的 但是这里没有 另外绘画一看 似乎像是乾隆的画工 但是仔细一看 画的芝曼像描出来一样的 因为画这种画工 已经练了无数个 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 都能分得非常的均匀 布局非常规整 你看这芝曼都是慢慢画的 不是流畅的 突然的位置体现不出层次 和浓淡深浅 所以这个东西 应该是现代的一个方品 好了 留门了 好 来 谢谢你的参与 王老师好呀 你好 哪里把这说话这样的温柔 王老师你好呀 徐子说过呀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 不灵深心呢 不知地之厚 我说呀 到寻宝呀 不见这个王刚老师 我就等于白来一趟 哎呦 高抬我 高抬我了 你看 人家出口不凡 张嘴循子约 因为邯郸是循子的故事 对呀 马迁呀 在史记里边说 寻清赵人也 过去燕赵啊 对 燕赵 指的是北京为中心 保定往北 赵地呢 则是保定南 中心是邯郸 燕赵 其处燕含赵未勤 别厌过 我厌过人 你厌过人 说说您这把剑 这把剑呀 是我父亲传给我的 我父亲呢 是一个老军人 也是一个收藏爱好者 他呢 交了不少学费 收了不少假东西 亲戚朋友呢 就说你不是搞这个的 别玩了 但是我父亲呢 坚持不懈吧 然后一天一天 眼光就高了 这倒是循子学说 其中的重要一点 对对对 我们就要弃而不舍呀 对对 然后十多年前吧 去国外参加一个小拍 就拍的这把剑 他的朋友都说 好像是真的 因为我做事呀 半途而废的多 我父亲就把这把剑送给我 说呀 只要认准了事业 一定要不成功不罢休 然后就是 这番话当作对我 对我们每个人的鼓励 起誓 谢谢你 好了 还得请大家拍 小心啊 再拍着认 好 好 箭呢 一般分两种 就是现在来讲 一个是水坑的 一个是干坑的 清空气来讲 水坑呢 没有秀 价值没有干坑的高 但是在这个箭里边呢 就是水坑的 就高于干坑了 水坑呢 出的那种箭 尤其像月王沟箭 那一带的箭 都是水坑呢 没有这红斑绿袖 看着更锋利 更漂亮 咱们这把箭呢 一看就是干坑的 而且呢 长度是比较短的 一般来讲呢 45公分以上的 属于长箭 这种短箭呢 基本上不是为了 打仗使的 护身的 在当时呢 文人士大夫都配箭 在那个时期非常流行 所以箭呢 流传下来就很多 这把箭呢 从用铜和皮壳来讲 是一把战国的真箭 也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赵国早年出土的 好 它这上面没有鲁文吧 这上面没有鲁文 带鲁文的 那都是王一级 侯一级的了 当时令尊买这个箭的时候 大概花多少钱 500美元 3000块钱了 2010年的香港 曾经拍了一个类似的一把箭 价格是人民币的1.3万 这一件东西呢 因为它本身的那个袖色比较多 所以说跟它价钱差不多 它关键不在于值多少钱 就是你想复兴的这份情意 对对 你们对于行祖学说的这个了解 这是最重要的 谢谢您 谢谢您的参与 询天下宝 询天下宝 那究竟哪一店能成为寻宝走近永年 最具文化价值的藏品呢 我们有请中共永年县委书记 顾书节目日揭晓第一颁奖 它是几代高人总结的武力秘籍 它用精美的书法倡导做人的哲学 可谓是武学哲学书学的完美结合 它就是李叶宇 太极拳精 和武夫奶的突发对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